由于全国停课期间延长为了让学子停课不停学 基隆市长刘昌在防疫记者会上宣布 与中加基隆有线电视合作推出多元学习课程 首先在Channel 3公用频道播放基隆市教育课程 6月1号起更将在随选视讯地方专区开辟基隆专栏 方便市民透过遥控器随点随看方便学习 我们停课但是不停学 那我们透过跟基隆的有线电视业者来洽谈跟合作 让现在最便利的这个有线电视可以为防疫来尽一份心力 所以我们基隆市的教育课程 现在呢在第三台公用频道就可以来观看 那包括体试能 生活原意 还有像艺文音乐啊 电影欣赏 那空中的母语教室的动画学习短片 都会在第三台来轮播 那这个课程里面的亮点哦 有包括我们基隆市的老师们 大家很用心来制作跟配音的空中母语教学的动画学习 那有包括这个闽南话 有包括课语 那也有包括原住民语言 所以可以让孩子们看卡通快乐的学习母语 那第二是我们中家基隆有线电视哦 那我们启动一个叫做随选的视讯 那可以随时这个随看来学习 那我们在这一个有线电视的云端空间 那在地方专区的地方呢 有开了一个基隆的专栏 那我们把课程的影片 放置在云端的空间里面 从6月1号开始 大家注意从6月1号开始 就可以方便收视户 在这个电视遥控器上 随时来点播影片 另外在有线电视第121频道 也会播出教育部委托制的艺人领域课程影片 5月31号起更将推出 国小低年级博语及数学两科的线上教学影片 希望让低年级家长放心 那播出教育部委托制作的 艺人领域课程的影片 包括综合以及体见 还有包括艺术跟科技 科技四个领域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影片教材 这个也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家长 大家可以来善用 提供孩子在这段居家学习的时间里面 多一些学习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会在5月31日起 还会增加播出国小低年级 大家听好 国小低年级的国语跟数学线上教学的影片 那也请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除了在学学生 在有线电视channel3 公用频道及随选视讯 也将播出教育处精选色大热门课程 让因为防疫而停课的长青学院长者 及色大学员 甚至是一般民众都可以在家 跟着老师一起做运动 健康身心共同防疫 记者张其滕金融报道